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给病友最好的治疗方式 4月11日标靶真光刀率先起用 缩短病友治疗天署 让病友免住院安心治疗后欢喜返家 6月22日与亚安顾问管理公司签署合作备忘录 推广情绪管理与健康抒压课程 为社会守护与传递正向能量 美国心脏协会台湾培训中心肯定大龄慈激医院 培育医护医护人才 30日首次举办基本救命术及高级心脏救命术 透过训练的学员即可获国际认证 与国际化临床教学接轨 一生无量六度万行 大龄慈激医院结合云家人医会 举行大型居家医疗关怀活动迈入第三年 17日院庆前夕 医护药检 志工近160人 分成18条路线 逐一关心照顾户与志工 2015年4月 尼泊尔大地震 大龄慈激医院前往震灾 与当地尼泊尔健康照护基金会 结下善缘 今年8月10日 双方签订合作备忘录 协助提升尼泊尔肾脏病患之照护 9月 放射肿瘤科团队 开发整合性放射治疗资讯平台有成 5日 与九合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签署授权合约 10月 举办习服爱物 延续悟命爱心市集 同仁眷属及志工 慕心慕爱慕心莲 捐出全新二手物品 愿爱与祝福 传递远方苦难人 为加速与提升医疗服务 掌握看诊进度 节省民众等候时间 自行研发门诊报道系统 10月陆续启用84间诊间 隔月为提升病患安全与服务品质 全院22个护理站 采用电子白板辅助病房管理功能 80岁邓女士 被诊断出心脏主动脉半狭窄 及冠状动脉疾病 获判两年生命 若要手术费高达103万 儿女不愿放弃 转至大龄获得医治与补助 18日 于岁末祝福中 病患及家属现场感恩 岁末祝福后 人人点亮心中的那一念心 发愿守护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